那如何衡量巡顏的這個績效呢 我們介紹幾個指標 第一個是所謂的存貨成本 包括你的原物料 比如說你要製造鋼的時候 你的原物料就是鐵砂 當然你還需要一些什麼 煤炭製造過程中需要燃燒 然後你在製造過程中 就成為載製品 然後你把這個鐵砂 精煉成鋼的時候 就是所謂的成品 然後你再把鋼 運送給你的需求的廠商的時候 或是顧客的時候 就成為配送存貨 所以從製造商到零售商 這個中間的過程 就成為配送存貨 原物料是在這個地方 再製品在這個地方 成品是在這個地方 成品完之後 要配送給你的供應商 這個就是你的存貨 大概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介紹一個名詞 叫做銷貨成本 這個貨物銷售出去的成本 這什麼意思呢 當你要提供顧客 他的產品或是服務 你所需要的年度的成本 稱為銷貨成本 比如說你要賣這個飲料 你需要提供服務的成本 就成為你的銷貨成本 包括你的員工薪水 你的電租 你的原物料 你的水電 這些都算 成為銷貨成本 所以呢 他的單位是每一年多少錢 也就是你的流量是多少 那根據呢 我們之前講的這個Lethos Law 你的流動的時間 Float Time 成為你的流動的速度 等於你的債制品 所以呢 你的如果 你的如果你這個消貨成本 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的債制品 越低的話 你的流程時間 就會越短 越短當然越好囉 因為庫存的是成本 所以呢 根據這個Lethos Law的關係呢 我們知道呢 你的流程時間 等於什麼 你的債制品 除上你的這個銷貨成本 他的單位呢 是一年 單位 好 接下來呢 這個性能指標 稱為供應周數 或是流程時間 這個呢 當然是越小越好 也就是說呢 你呢 有放幾週 的庫存 在你的系統中 在一個時間點裡面 好 然後這個計算的方式呢 是總 存貨的價值 所以基本上呢 這怎麼算呢 這個呢 就是你的 平均 總 存貨價值 除上你的 銷貨成本 好 然後一年呢 有52週 所以換成52週 所以算出來呢 一般你在 這個 如新聞就會說 欸 我們現在呢 的供應周數呢 是 三個禮拜 那如果我們的 競爭廠商 那只有兩個禮拜 那可以提供 同樣的服務的時候 那代表說呢 你的競爭廠商 是比較有 供應鏈管理 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去了解 為什麼這個數字 會比別人大 算是一個指標 指標目的是 要透過這個指標 去瞭解說 你如何改善你的 整個供應鏈的流程 是哪一個環節慢了 貨物到底堆積在什麼地方 好 然後呢 有時候是因為 單純賣不出去 你的產品賣不出去 你一直製造 所以這時候呢 你可能要去回頭檢視 對不對 你既然產品銷售已經慢了 那你還按照 原先 預期賣得好的 製造量 一直生產 那當然你就產生存貨 那你存貨供應周數多 那你庫存成本就高 是這樣的意思 另外一個呢 叫存貨周轉率 剛好是前面這個的顛倒 所以呢 是越大越好 代表說呢 你的周轉次數 越多 後來貨一進來 它就賣出去 這當然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你的 供應周數的倒數 但是因為它是你年 所以基本上 這個地方呢 就沒有52這個數字 我們要把年變化成 週的話 要成52 假設一年52週 所以存貨周轉率呢 是越大 越好 代表說你貨物流動 越快 越好 好我們看一下 Dale 這是一個1999的時候 他們年度的報告 財務報表 這個單位是以美元 米免10的6次方 那各位注意到 這是1999 這個變化非常的大 它的消貨成本 是等於14137 所以這個是百萬 百萬千萬 10億百億 141億美金 然後呢 你的這個 生產過程的這個材料 在手上有二三四百萬 兩億美金 然後你的再製品 跟你的成品呢 在手上有39 所以呢 你的這個 存貨周轉率呢 就是你的銷貨成本 14137 除上你的這個 手上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銷貨成本 我們剛才講過 銷貨成本 是包含 所有的 包括 原物料 再製品 成品 祝如此的 都是你的 但是因為1999的時候 Dale呢 產生 他們的方式呢 是用網路直購 所以它的配送 存貨呢 基本上呢 就比較小 或是說沒有 顧客呢 在網路上 訂電腦 然後他組裝好之後呢 送給顧客 那個時候是一個 創新的商業模式 所以當時它的周轉率 一年呢 可以周轉51次 非常的驚人 所以呢 當時呢 因為這個 電腦的這個 零售價呢 一直下降 所以他可以利用最新的 降價的這個 產品呢 賣給顧客 所以他獲利率 那時候是非常好的 然後他 供應的周數等多少呢 剛好這個數字的編倒 那再乘50個 一個禮拜而已 非常驚人的 但是 因為產業的變化 非常非常的激烈 另外一個原因 當然是因為這個 行動化 這個iPad 這種行動化 這種手持裝置的 這個影響 所以PC變得不好 那當然 這個 後來他就因為不好 所以他變為這個 私人公司 就是因為產業變化 跟競爭的系列 那不同的產業 比較的時候要小心 喔 因為這是PC製造業 那這個呢 是Walmart 是零售業 他的周轉率只有4.5而已 兩個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同產業 不可以一起比較 但是呢 對於他的 Walmart的競爭者而言 他是非常厲害 因為競爭者只有2.8 周轉率而已 所以Walmart貨賣得很快 所以Walmart呢 也是一個 技巧非常好的公司 所以 這個概念 在跟你講說 你當你比較的時候 第一個 你要用同樣的產業 第二個 就是越快 周轉率越快 越好